骨骼是非常关键的 骨骼 你看 如果这个凸起 这个下颗脚也凸起的话 就会就会怎么样 这里也方 这里也凸起 就会组成一个方框脸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骨子脸 骨子脸 所以的话呢 全骨和腮脚 对面部的脸型的 这个轮廓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学调骨骼 就调这个下颗骨 下颗骨的话呢 它也会出现一些偏歪 它会有几种形式 我们要调的是几种形式的 一种是歪嘴 一种是歪嘴 还有一种是过大 就这两种 歪嘴里边呢 又分旋转式的偏歪 还有高低的偏歪 分这两种 分这两种 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分 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分 像它的话呢 就是有一点偏 就是这种高低的偏歪 高低的偏歪 你看旋转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就是 让它躺着 然后呢 把它的嘴唇 上下唇 拉开一点点 来看 来观察 看这个牙齿 假如 它是有旋转的 你看它是不是 就会移过来一点点 就这个 这个 这个点没有动 但是这个点动了 是以旋转 就会变成什么样的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里的牙 比这里的牙多出来一些 这里的下牙呢 又比这里的上牙 多出来一些 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是旋转的 好 还有一种是 高低的 高低的话呢 就是这个点 依然是不动的 就是有一边 依然是不动的 然后呢 它就会出现这种 有没有发现 跟刚才有什么区别 高低和旋转 高低就是这里高出来 高低就是平衡的 这里是平衡的 这里的牙呢 就咬得比较紧 然后呢 这里的牙呢 就有个空位 这个关节 高低的时候 这里是掉出来的 旋转的时候呢 这个关节是往前 掉出去的 这个能明白吧 嗯 嗯 好 我们检查一下 这个人 人身上的 来你躺着 你躺着